在东南亚老挝花100块钱人民币 能买到多少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老挝人他们喜欢哪些我们中国产的一些东西啊 今天要带这两位美女啊 去我们那个中国超市去干嘛 去花钱啊来打个招呼 四百里大家好 我是老挝你还咪 姐姐打个招呼 四百里我照顾 哈哈哈 我们今天的视频的一个主题 一个内容就是带着姐姐 尤其是姐姐啊去我们中国超市 去看这100块钱能买到多少中国的东西 包括就是也要看一下 姐姐又是一个老挝人啊 他们喜欢我们哪些中国产品好不好 好 好 签装好 我们走 走 我们去超市之前呢先来到了这个还是密加这个市场 来把那个100块钱人民币换成了老挝币啊 换成了25万 因为那个中国超市他也收人民币 但是他那个汇率太低了 那边只有23万 不划算 少了2万啊 所以我们来这个市场换换了25万 25万 老挝币去超市看一下能买到啥 三河超市 也是密加这个镇上的唯一一个中国超市 是的 这个规模也比较大 东西也比较齐全啊 我们现在进去去买东西走 走 超市真的挺大的啊 东西也比较多 美女也多 美女也多啊 对这边都是很多小女孩在做那个收获员 应该也有会说中国话的啊 姐姐一进来就看到人家柜台这边摆放的眼镜了啊 是对这个眼镜应该有兴趣吧 让他先看一下 这边是卖小孩零食的果冻什么的 喜欢吗 喜欢啊 可以啊 拿个果冻 密看一下这个价格啊 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万 1万啊 现在还有24万啊 哈哈哈 啊 因为那个姐姐有两个小孩啊 我想着可能今天姐姐应该也会给小孩买不少东西的啊 除了他自己应该给小孩也会买点 哇 辣条朋友们啊 辣条在我们就是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我们中国辣条 嗯 一个辣条 我给他推荐一下那个 呃 那个 泡脚鸡爪 泡脚鸡爪啊 可以可以 他拿一包 嗯 来我给我姐姐推荐一下 在中国特别聪明 然后最好吃的零食 最好吃 应该是你特别喜欢吃的吧 嗯 吃啥 大家看一下 泡脚鸡爪 泡脚鸡爪啊 嗯 确实这个吃的就是很辣又很香的感觉 嗯 想吃就有火腿肠 火腿肠是吧 嗯 可以 这火腿肠也很多 它有玉米的 还有那个鸡肉的什么的 他爱吃这个 爱吃这个 行 那喜欢吃哪两个 现在走到这个泡面区 又那个停下来了 喜欢吃泡面哦 因为之前我在蜜家买过泡面 啊 那个姐姐也吃过 所以她比较喜欢 可以 鸡根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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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吃就拿着 呃 买了几样东西了 买了 六个吧 六个东西 花多少钱了 已经花了十万块一半了 哦 然后这边一楼的话 你看这边已经全部是这个 这是泰国还是哪里的东西了吧 就是泰国 都是泰国的哦 泰国老吴啊 没有中国的了 我们现在去二楼 二楼还有中国的东西啊 这个超市挺大的 还有二楼 走 要买拖把吗 买 哦 拖地啊 你看姐姐就是除了给 拿点吃的以外 也拿了也就是家里用的 贵不贵这个拖把 这有七万五 七万五 七万五二十 三十 三十块钱了交集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刚好三十 还行 来拿个这个吧 嗯 你们挑一个 我姐姐说要拿给小孩拿给磕的 这个是啥 哈哈 乳酸 这个可以的 这个是那个乳酸的 还可以那个 这个促进消化 两万 两万 两万多少钱 两万是八块 八块 几瓶 四瓶 两万 又来一袋啥 我看这个 这是 杀骑马 杀骑马 嗯 好 这个就是 二十八万 好 可以 好 这就是一百块钱买的东西 朋友们 这里是有吃的 还有一些用的 这个是一个拖把 至于有哪些东西 我们待会到家里 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 看一下 好 走回家 这是受破烂的是吧 对 你们都卖啥了 卖那个啥 啤酒 喝完啤酒的瓶子上 卖多少钱 卖了 八千 八千 八千是多少钱 一公斤要八千嘛 一公斤八千 刚好一公斤 八千 对 八千是多少钱 四块 三块多 三块多 我们现在到家了啊 来看一下 今天就是花了一百块钱人民币 都买到了一些 什么样的中国产品啊 好 来我们从第一个看来 先从这个最贵的来看 就是这个拖把啊 这个是七万五 七万五相当于就是人民币的话 是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因为你一百块钱能花二十五万嘛 三十块钱 等于剩下的七十块钱买了这么多 朋友们啊 七十块钱 来我看一下都有啥 一样一样看一下 这个是锅腿肠 两根火腿肠 嗯 然后 一瓶这个乳酸 乳酸饮料 对 大家可以也算一下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能值多少钱 啊 还有一个三个衣服挂钩 对 好 还有这个 一袋沙奇马 还有这个 一袋汪汪雪饼都是小袋的啊 特别小朋友们 一袋果冻 果冻 嗯 还有一袋这个鸡爪 泡椒鸡爪 好吃啊 特别想吃这个 特别想吃啊 一袋酸辣粉 好 还有一袋辣条 全部是我们国产的 中国货 还有一个这个叫 嗯 行 这个啊 这也挺好吃的 饼干 还有 最后能吃泡面 一袋泡面哦 嗯 七十块钱买了这么多吃的 感觉这个价格在我们比我们国内能贵一半 如果在中国的话七十块钱我感觉能 比这些再 多一份 再乘以二差不多 刚把买的东西清点了一下 嗯 感觉贵不贵蜜 很贵 很贵 真的刚刚像我说的一样 可能在我们国内花一百块钱 能买这么多东西乘以二 因为就是在老挝这边 你毕竟很多东西是进口过来的 它可能有关税啊 再加到人家用处到这边确实很贵 嗯 正常的话 你们老挝人是不是不 不买我们中国这种 就是去中国不买 嗯 因为太贵了 是的 太贵了 没见到面 没带人 嗯 你看已经开始分享好吃的了 这些邻居什么的看到 我们买的好吃的都已经过来了 嗯 给这个 这也叫舅妈哦 给舅妈也给点 都给点 可以 嗯 嗯 你吃嘛 让姐姐赶紧吃 赛不 赛 赛不 哈哈哈 就是整体来说啊 在老挝这边 中国产品还是卖的比较贵 赛不 赛 赛不赛 赛不赛 特别好吃啊 嗯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好 那个就是 想法和建议可以在公屏上评论区说一下啊 是的 然后明天呢 我们就是要不要去挑战一下 花一百块钱人民币啊 我们去买老挝的一些东西 看能够买多少行不行 行 行吧 那这视频就分享到这了啊 还没有观众可以我再观众一下啊 多多看我 看我姐姐啊 拜拜了 在东南亚老挝 买一台电视需要多少钱 大家好 我是涛子 斯白迪 大家好 我是老挝女和蜜 昨天外婆家杀了一只鸡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和蜜 叫我们俩一起过来吃鸡吃肉啊 特别开心 他们吃完饭就坐在那闲聊过程中呢 就是打开电视再看 涛子以前也没怎么注意 但是一看到那个电视确实比较老旧 还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那种大屁股的一个那个彩电 而且也比较模糊 也比较小 所以涛子和蜜看到以后感觉就是感触很深啊 今天刚好没事 和蜜说那个去给外婆家买个新的那种 新款的那个电视 就像我们家那个一样 一个平板的一个电视 行 那我们出发去你们市场看一下 外婆几个小孩 就两个 就两个 妈妈一个 就一个妈妈一个舅舅 对 现在跟那个舅舅生活 舅舅在生活 舅舅家也不容易 和岳父院我们家一样 都是租点别人的地 再种地 所以每天也比较辛苦 刚才我去外婆家又来转了一圈 舅舅又和舅妈昨天晚上就是 请我们吃完鸡以后 今天又去地里那个去干活了 嗯 特别辛苦 不容易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蜜家这个市场上面啊 走 要么还是去那个就是我们经常买东西那个大个家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也好沟通 行行 这里有电视吗 有 有吗 那带我带我看一下 好不要那么大 我看一下有几种 这多少葱呢 这个 嗯 是32葱吗 32葱应该差不多了 还有大的40多葱呢 那太大了 30 32葱应该差不多了 是吧 行 有这什么品牌 三星吗 三星 有 都是三星的是吧 没有有国产的吗 啊 国产的 没有 这边都是以三星为主 我看电视 因为我们家那个看 也是那个三星的 那先看一下质量问一下价格吧 这这个是多少钱 148 148 那我看这个呢 旁边这个 这个这个有wifi的 哦 这个有wifi的 有wifi用不到啊 旧家没有wifi吗 没有 哦 那这个100 对 140多万 140多万人物币是多少钱 免费啊 500 400 500多 小600 将近600的500多 好便宜哦 哈哈哈哈 便宜吗 那五六百不便宜吗 可能现在电视降价了应该 因为我们也好多年没买过电视了嘛 对 行 那看一下这个质量什么的看一下 他家是一个那个 锅是吧 接收那个锅 他这个电视有带线吗 有其他的插的线吗 就接收器那个是吧 接收器里面有线 就接收器那个是吧 接收器里面有线 看你不是那个 他家里有 那个没坏就不用买了吗 不用买线 哦这是一个接收 哦这是一个接收器是吧 哎呀我们这样我们先回去到时间去试一下 如果那个老老的可以用 就直接用了 如果他那个老的可能就说 啊和这个不匹配啥的到时间再重新来买一个也行吧 也可以吧哦 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就买这个也浪费 行那说一下价格 多少钱嫂子 啊算一下算一下便宜点哦 哈哈哈哈 我看一下多少 五百五百七十一是吧 嗯五百七十一 你稍微多便宜点吧便宜一块钱 哈哈便宜个十块让我心里舒服一点 嗯 一百四十万就算一百四十万哦 行 我们以前给你那个换钱那个汇率 嗯嗯嗯嗯 二四五零汇率 五百七十一你就算个五百六算了 啊算五百六吧行吗 啊让我就是感觉你给我便宜了很多开心一点 哈哈哈哈 放时间久了有点灰尘 这个有质量保证吗 也不是放时间长 嗯嗯 两天就有了哦对这个质量保保保多久 这个质量保保多久 保一个月 保一个月啊 行正常一个也没啥问题的 啊五百六十块已经转过去了 好了走走转过去了啊 哈哈哈哈 啊买完电视我们刚好也在市场这边 啊来买点黄瓜啊家里人特别喜欢吃黄瓜 这黄瓜看着挺新鲜的 嗯 多少钱一斤 一万二一万二一公斤 嗯 老蝗这边就是 这种做小生意的啊 基本都是女孩子吧 哦拿个五公斤嘛再来点啊再拿再拿一两个 啊差不多了一个 还送了一个 送了就不要撑了再撑就多了 好可以了 可以了 还再放再放两个 你认识吗 认识啊 是不是你是你朋友吗 就是我们去玩一起玩过啊 哦我就说他送你送送的那么多都 他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还有男朋友的还没有结婚 哦有男朋友还没有结婚是吧 好了电视买好了 这样摩托车好拿吗 好拿啊 就这样放 对就要这样放 那行那行走吧走吧去吧 可以拿吗 可以 好了到了舅舅家了 哦你看 我给奶奶装上去试一下 对外婆在家 外婆在 坐外放 呀给他不乱呀 这就是外婆家之前的一个旧电视 对 还是一个大屁股的 哈哈 行 我们把它给他换一下 把这个新的妆去看一下 你能拉得动吗 可以啊 等一下把那个 那个线 对把这个线拔一下 还有一个吗 还有一个这个是 这个上面有电源线 哇 好大呀 32寸吧 没多大 你会撞不 会呀 会呀 没有电池 对呀 忘了要电池 他应该没有电池吧 应该没有 建立自己买的 会弄吧 那你弄吧 要不要帮忙 帮忙吗 扶一下我怕倒了 好 那你爹看你干的 那你很认真看的 好了 特别好看特别清楚 再换一个台 可以的哦 应该特别清楚 刚好这个电视大小放在这里也挺好的 看外婆看电视看的特别认真 特别仔细 你问一下外婆开不开心 呀 你怎么看呢 哈哈哈 因为就是老人家嘛 呃一天也没啥事啊 就是能有个新电视看 在这天就是 呃消耗一下时间也挺好的 啥 很有福 那个有那个 他要叫你什么 叫松女婿 哦 松女婿 然后给他买一个 哦 说他很有福 哦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希望奶奶就是能够身体健康 哦 肠命百岁 对不对 以后再帮忙以后我们有小孩了 再帮忙给我们也来哄哄小孩 现在姐家小孩他也每天去帮忙 我看抱啊哄啊的 真的很好 肯头 哎 你看奶奶给我拿个啥 啥 来看嘛 你认识过这个女孩 哇这是你十三多年的妹妹吗 哈哈是我妹妹 这是你小时候吗 对这是我小的时候 多大的时候 哎应该有 12岁左右我看 10岁12岁吧 奶奶还 这张照片还留着 对就不知道他他从哪里拿过来的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 拍照 下学的时候我去那个机身车 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拍个照 要 要给钱吗 是用相机拍的是吧 嗯 一桩要2000块钱 2000啊 嗯 真的 奶奶好细心啊 真的把你的照片放了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知道奶奶留了个照片留着 我不知道啊 行吧给奶奶留着吧 以后你要是回中国他想你了就看看你的照片 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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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